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 额上志 远家亲 志向在四方 运气一般与亲人之间的缘分较浅 离家在外的机会很多 难受到长辈上次的援助 提拔 生活也较坚固 不过如果长在额头中央上方 那么说明亲心智成熟 晚年生活较安定幸福 若是女性拥有额上志 则财运较佳 但是在感情上容易有挫折 所以在选择终身伴侣时 必须仔细地观察对方的一切言行举止 如果志得行很好 则表示在运势上又有良好的环境与基础 成功的可能性颇大 三 脸颊质 故周遭 亲缘重 脸颊有质的人 较可能会有法律诉讼方面的问题 他们的优点是在做事方面非常积极 靠自己的力量可以达到目标 在与人相处方面 比较不会去体会别人的心思 较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在人际关系上需多加用心 别以为只有你自己有烦恼 只把别人当作听筒 如果志得行不好 则此人特别欠缺实行力 又无法体会别人心思 因此容易遭到周遇人的反感 四 眼角长志 经商大户 财运风龙 这颗志指的是长在右眼角的平行眼祥线上 叫做静影志 这类男人头脑聪明 处施谨慎 是非常有想法的男人 为人处事圆环 对机会的把握稳当 属于完全靠自己发家致富 白手起家的类型 这类男人可能读书的不是太多 但千万不可小瞧他们发家致富的能耐 由于他们懂得生活的艰辛 晓得珍惜眼前的一切 属于懂得守夜之人 五 鼻子 鼻头长志 财运滚滚 物质生活丰富 在面向十二宫中 鼻子被称为财博宫 鼻头越风龙 收入越多 鼻液越饱满 积蓄也越多 如果一个男人鼻液饱满 鼻头丰厚 在鼻头上长有一颗醒目的小黑痣的话 代表财运不错 如果有突然出现的黑痣 代表会财劲 然而要注意 如果鼻液上有志 则说明会漏财 有财富也留不住 六 额头长志 福禄一生幸福长寿 男人的额头是祖夜的象征 如果有一个好志再加上天亭饱满 那这样的男人可谓是一生福禄享志不尽 额头 眉毛上大概一小指节度的位置 一排从所至右围 田宅志 富贵志 吉祥志 吉祥志 田宅志 关禄志 富贵志 假如天晴饱满的男人在额头靠分发镜的地方 发现一颗又大又亮的黑痣 那可是富甲一方的标志 其实也是预示着这个男人的家庭背景也很不错 然而此次假如发宗发案 可 那可却是相反的意义啊 七 下巴掌志 财富一生 家庭幸福 下巴掌志主财富 如果哪个男人下巴周遭有志 代表会有财富伴随其一生 这种男人不动产地产投资 或者是性貌贫贫的他 很有可能祖上有一大笔遗产 此外 下巴掌志的男人一般都很有学问 也是懂得生活质量的人 八 全股掌志 事业有成 功成名就 如果男性有在全股上掌有志 对其事业相当有利 代表会在职场上有一定的成就 事业上也会有一番大成就 长有这种志的男人 特别有上进心 事业上有很多成功的机会 一般都是做领导的人物 这样的男人不仅长得气质出众 做在人群中也很受到尊重 九 嘴角的志 俘虏多多 嘴角有小志的男人 一般会长在下唇旁边 这样的嘴角志在民间叫做吃志 意思是有这样志的人 一生都有美食可以享用 但是在现代社会 这样的志 这样的志向代表物质生活丰富 会有享受不尽的物质生活 车 房子 美食 华福等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